高考前两个月 我们这个差生班的所有同学 集体穿到了青春疼痛文学的女主身上 而穿回去的唯一条件是 让女主考上清华 于是 我们全班26双眼睛轮流的站岗 彻夜不眠的接力背单词 刷题库 当恶毒女配得意的 打开被繁琐一夜的仓库门时 却看到女主披头散发 带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朝她悠悠的笑道 嘿嘿 昨晚我们所有的单词都被玩了哦 Perfect 零腰 上一秒 我正拿着32分的数学试卷 痛哭流涕 下一秒 一股大力袭来 我突然被推倒在地 一个长相艳丽的女生 指着我的额头 表情轻蔑道 哼 你就是林灿吧 来人 把她的脸扇烂 看她还怎么勾引灰胳膊 卧槽 什么情况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与此同时 脑海里突然冒出许多熟悉的声音 刚刚我不是还在教室写作业吗 这又是哪里 救命 我不会写作业写到精神市场了吧 狗学校 你欠我的要用什么还 啊 要被删了 要被删了 我左顾右盼 然后惊恐地发现 这些声音 居然是从我身体里传出来的 更惊恐的是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眼看着女生身后的小妹们 就要宁笑着围过来 我的身体突然不受自己控制的移动起来 我一个灵灵的躲闪 眨眼间就跑到了厕所门口 拿起装满水的水桶 往厕所里一洒 随即转身就跑 身后接二连三的传来剧烈的摔跤声 和小妹们的怒骂声 跑到楼下的空地处 我终于停下了步伐 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然后 体尾呢因为惊吓 而变得格外豪迈粗犷的声音响起 我低个老天爷呀 我咋变成一个妹杂了 罪过罪过呀 02 听到这句话后 身体里唧唧喳喳的议论声更大了 突然 一道无底威严的声音 如惊泪般降临 同学们稍安勿躁 我怀疑全班同学 现在都在一句身躯里 班长 你清点一下人数 天啊 是班主任 我无声地呐喊道 全班也一下子鸦雀无声 12325 报告 班主任 全班同学都在这里了 班长温柔沉稳的声音响起 我已经能脑补出他 服了服眼镜的样子 好 班主任继续说道 我们来集思广益一下 有没有同学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时 一道窃窃的女生想起 老师 我 我知道 我有些意外 这个女生叫刘子彤 我对她唯一的印象就是内向安静 平时在班级里的存在感也很低 刘子彤犹豫了一下 终于坦白了所有 老师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但我们全班应该是穿成了一本 青春疼痛文学小说的女主 这本青春疼痛文学小说 主要讲述了围绕在四个高中生之间的爱恨情仇 女主林灿是个优等生 乖乖女 平凡的她一直暗恋又脾又帅的校爸男主 而富家千金女儿也喜欢校爸男主 某天 女儿意外地发现了女主写给男主的表白日记 于是带着自己的小跟班们集体霸凌她 但是还是妨碍不了校爸男主 对女主产生了爱的火花 然而 从小和女主亲为竹马的男儿也喜欢她 于是校爸吃醋 女儿从中作梗 经过一番操作后 女主为男主流产两次 自杀三次 男儿为了护住被女儿找来的小混混骚扰的女主 也断了两只胳膊 最后女主得绝症而死 男儿殉情 男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心意 他狠狠地报复了女儿 然后一个人孤独终老 听完全部剧情后 全班都沉默了 我尬笑了一声 哈哈 这本小说还挺挺有特色哈 刘子彤语气心虚道 看到我最喜欢的女主死了 我在评论区大骂作者 说谈什么恋爱呀 女主成绩这么好 一个人上清华不行吗 然后作者刚好没睡 和我在评论区对骂了起来 他拉黑我钱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么喜欢女主 那你穿成她改变命运吧 不考进清华 不准回来哦 微笑 同学们哀嚎一片 姐 你是不是骗我们的 这也太扯了 难道真的要考进清华才会回家 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呜呜 刘子彤 你穿成女主也就算了 怎么我们也一起穿了过来呀 呜呜 而我眨了眨眼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 班主任终于消化完全部的狗血剧情 给出了瑞评 刘子彤都快高考了 你居然还熬夜看小说 还在网络上和人对骂 岂有此理 被点名后 刘子彤瞬间隐身 不敢说话 03 经过这番交流 我们终于确定了事实 我们全班都穿越了 还穿越到了同一个人身上 共用同一具身体 只不过身体的控制权是有一定时效的 比如最开始控制身体躲避巴掌的 便是题尾 而现在控制身体的 是我 此刻 我坐在考场的座位上 面如菜色 园主是个乖乖女 成绩很好 常年位于年纪前十 而我们班 上次魔考成绩出来 平均分数只有450分 要知道 高考满分可是750分 面对着选择题第五题 我咬着笔杆 在脑海里疯狂地求助 同学们 知道题选什么呀 选A 题尾信誓旦旦道 学尾立刻嘲笑并反驳了他 题尾你看看你上次个位数的数学分数 相信我 这道题我做过 是B 这时 班主任冷笑一声道 我教你们的知识 都被你们吃进肚子里去了 这道题明明选递 我立刻在答案处写了D 然后发现下一题 我还是不会 不只是我 问了一圈后 我发现全班同学都不会 文言 班主任平静地说道 不包庇学生们作弊 是我的原则 身为人师 原则底线不可破 下一秒视角突然变换 我心下一席 在体内呼唤道 哦呼 是哪位好心人 接手了这张数学试卷 数十句否认飘过后 我笑得好大声 啊哈哈哈哈 到底是哪个倒霉鬼呀 这时 班主任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 同学们 是我 我立刻闭上了嘴巴 甚至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就你话多 04 经历了艰难的考试环节 我们拖着一颗破碎的心 前往食堂 题尾又在哀嚎 26个人 居然凑不出一门英语的答案 大感点 不止英语 还有语文 生物 历史 政治 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 等来以为老班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但是他似乎看起来也有些偏科呀 其他同学小声的附和 而原本画牢的班主任 却是沉默不语 我猜测他一定是被题目伤透了心 这样一想 我居然诡异的被安慰到了不少 吸吸吸 05 哎呀 我不吃香菜 香菜滚啊 前面那位同学 没品的东西 香菜 葱 蒜末都给我多来点 居然有葱 我吐吐吐吐吐吐 二十多个人 在同一个身体内就这点坏处 饭还一口都没吃上 同学们喋喋不休的争议就又开始了 然而 这场争议很快的就结束了 因为恶毒女二赵允柔 也就是上午那个长相艳丽的女生出现了 赵允柔带着她的一群小妹 熊啾啾 气昂昂的朝我们这里走了过来 刚才还口角不断的同学们 立刻移至对外 集思广义 趁你二还没来 赶快多扒了两口饭 救命 根据我多年看网文的经验 她一定会把我们的餐盘掀了 然后当众侮辱我们 果然 赵允柔在我们的面前停了下来 她神色阴狠道 哼 林灿 上午算我小看你了 不知道现在的你 还会不会那么幸运 由于无法控制身体 我在体内呼唤道 不知现在控制身体的是哪位同学呀 要不我们先别吃饭了 快逃吧 随即 刘子彤的声音响起 是我 文言 我更绝望了 怎么偏偏是文静内脸的宅女刘子彤 她不会被女儿欺负吧 然而 下一秒 我眼睁睁地看着刘子彤 搂过赵允柔的腰 一把将她壁咚在墙上 然后伸出手指 抵住她的嘴唇 面无表情道 乖 别说话 有什么事 等我吃完饭再说好不好 看到这一幕 赵允柔的小跟班都炸了 全班同学也都炸了 香巴老 你怎么敢碰大小节的 卧槽 顾香 顾香的百合花 而我则是用我的意念 艰难地控制住了女主的手 朝刘子彤竖竖了一个大拇指 刘姐 你才是我唯一的姐 06 赵允柔愣住了 随后 她不知脑补了些什么 居然红着脸推开刘子彤 气势不足道 今天 今天是我没有准备好 但只要你喜欢辉哥的一天 我就还会来找你麻烦的 说完这句话 赵允柔便带着她的小妹们迅速地退场 而刘子彤身藏功与名 淡然地坐到原来的座位上 准备继续吃饭 这时 一个看起来无比狂拽酷霸炫 浑身自带光环的男人走了过来 请注意 不是那种比喻的光环 而是她真的浑身带着一道金光 男人摘下墨镜 无比自信地朝我们邪魅一笑 那光芒 险些让我们睁不开眼睛 你叫林灿是吧 真是有意思的女人 而刘子彤裂开的声音响起 不好了 接替身体的同学请注意 她就是校霸男主沈辉 她居然提前出场了 沈辉伸出修长的手指 一把捏住我们的下巴 轻挑道 本少爷看上你了 要不要考虑做我的女人 而迎接她的 是学伟惊恐到语无伦次的声音 卧槽 帅哥你有病吧 我有女朋友的 我执得不行哈 哥们我可从来不搞这些的呀 沈辉看了看我们 又看了看被学伟一把甩开的手 陷入了沉思 这时 沉寂已久的班主任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他灵敏地抓住了核心 质问道 学伟 你哪来的女朋友啊 呃 猴 这下终于被我抓到早恋了吧 等等 班主任 我知道你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先别出发 07 这顿饭终究是有惊无险地吃完了 回到教室 我们坐在座位上 开始在脑海里商讨计划 距离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真的能让女主考上清华吗 大家别灰心 我们表面上只有1440个小时可以学习 但实际上还有26乘号1440个小时 对 我们把26本书摊在面前 然后一人看一本书 这样效率一下子就高了 班主任适时地插话道 等等 我们班不是只有25个人吗 我悠悠道 老师 别忘了你也是一个成年的劳动力啊 班主任又安静了 为了小说的剧情需要 女主目前是没有同桌的 所以我们放心地将两张书桌拼在一起 并在书桌上放满了书本 不公平 凭什么让我看生物书 我看不懂啊 别让我背历史行吗 我头都要大了 听到这些丧气的话 班长立刻出声阻止 激励道 同学们 无论大家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让女主快点考上清华 你现在记住的每一个知识点 都是让全班同学快点回家的助力 我也趁机鼓励道 同学们 班长说的对 学尾颤威威的声音传来 呜呜呜 我好想我女朋友啊 大家都好好地学习吧 我们争取早日回家 听到这句夹带私货的话 班主任重重地咳了两声 为了给大家打气 他手当其冲地 打开了他最片刻的语文书 看到这一幕 我们一下子士气大增 纷纷地打开了其他书本 于是 在全班同学的齐心协力之下 我们虽然只有一个身体 却触发了牵手观音的技能点 双手不停地翻着桌上的书本 由于太过投入 全班同学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不料动静太大 一下子 把在教室外面巡逻的教导主任 吸引了过来 这位同学 教导主任敲了敲我们的桌子 学习被迫中断 我们皱着眉头 表面上是一个人抬头 实际上 26双浴血不满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教导主任 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 他抬了抬手 示意我们跟着他去门口 那种熟悉的背景喝茶的恐惧 一下子盖过了我们的愤怒 我在脑海里尖叫道 完了 露馅了 我们不会被怀疑吧 而班主任一拍桌子 用刚学的诗句安慰我们道 同学们别怕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单心赵汉青 呃 班主任 你还怪好嘞 08 林灿 这是你这次魔考的成绩单 教导主任脸色难看的 将一张纸甩到我手上 同学们都惊了 上午刚考完试 下午成绩就出来了 这是什么魔鬼学校 而班主任窥探道 这里的老师也太敬业了 我要多向他们学习学习 那倒也不必 成绩单上 除了数学成绩是135分 其他科目成绩都惨不忍睹 再一看排名 人主已经由原来的年纪前十 变成了600名开外 最近的传闻 你听说了吗 教导主任忽然看向我们 一脸严肃 我心下一紧 发现身体的控制权 又突然变成了自己 教导主任意味深长道 沈辉是富家公子 成绩不好也能出国留学 林灿 你呢 不是我打击你 像你这样的普通孩子 还是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吧 不要被乱花迷了眼 刘子彤忽然出声 原剧情中 女主听到教导主任的话后 顿时自尊心上来 觉得自己被看清了 于是更加坚定 要和沈辉在一起的决心 事实上 教导主任还是挺有适得的 即使女主后来在校怀孕流产 她也没有放弃这个学生 文言 同学们都呜呜出声 纷纷地表示太感人了 我也眼泪汪汪 一个华贵便抱住了 教导主任的大腿嘶吼道 老师 你可要相信我呀 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我林灿的爱人 尤其只有一个 那就是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教导主任吓了一跳 他想扶起我 我却死死地抱着他不撒手 老师你说啊 说你相信我 不然我就不起来了 我 我 我相信你 同学你先不要激动 听到教导主任这句话 我立刻站了起来 朝他呲牙一笑道 谢谢老师 那我现在去学习了 说完后 我转身就跑 只留下风中凌乱的教导主任 题尾为我点赞道 窝囊组上大分 而班长继续鼓励大家 同学们 我们千万不能辜负教导主任的期望 继续学习吧 二十多道声音齐声回应 好 09 女主和男二是轻微竹马 住得也很近 因此两人每天都是一起放学 一起回家的 而男二温和此时看着我们手中 拿了一路的厚厚的教科书 预言又指道 林灿 你 你还好吗 我们背书的同时 抽空朝他露出一个笑容 我很好 你别怕 温和憋出一个又哭又笑的表情 灿灿 今天在学校我也听说了 我没兴趣听他聊这些八卦 而是偷偷地在脑海里问刘子彤 刘姐 温和在小说里成绩怎么样 刘子彤想了一会儿 回复道 她成绩挺不错的 基本都在年纪前二十 得到肯定后 全班同学都若有所思 哦 这样啊 我眼神火热地盯着温和 像是草原里的狼看到了羊 温和脸色一红 他扭捏道 灿灿 你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什么话都可以吗 可 可以 温和眼神飘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于是我笑着将一道题摆在他面前 虚心地请教 这道题的答案为什么是负一呀 温和虽有些惊讶 但还是耐心解答了 但他不知道 这只是个开始 全班同学排着爱的号码牌 借着女主的口轮流地 抛出各种各样的疑问 温和也由一开始地 受宠落惊到后面的灰暗无光 最后一道题是刘子彤问的 他感叹道 这 难道就是薅羊毛的感觉吗 班主任纠正他道 用我新学的成语来说 这叫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同学们仍意有未尽 许多人都催促我问问温和 明天是不是还能一起回家 温和表情略显扭曲 灿灿 明天我好像有个职日要做 你先自己回家吧 好吧 同学们都无比遗憾 十 当我们和温和路过小巷子的时候 两对小混混突然冲了出来 然后相互斗了起来 而我们和温和被围在中间 满脸迷茫 很快的 一对小混混寡不敌众 全军覆没 而胜利那对的混混头子 走了过来 表情轻蔑道 下次再敢惹我沈辉 可不就是被打这么简单了 随后他又将表情投向我们 五官乱飞的耍帅道 林灿 小爷我帅不帅 男主 此刻我要为你点一手 梁浸炉的勇气 因为现在 控制身体的 正是一身正气的班主任 果然 班主任正眉看着他 不怒自威道 说说吧 为什么打架 沈辉不屑一笑 哼 想打就打呗 年轻人难免冲动 但是有些事情啊 其实不用拳头 也可以解决 班主任叹了一口气 发动了他的绝招 三寸不烂之舌 我知道你家境不错 但是也要想象你父母 如果在高中虚度年华 沈辉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身后的小弟们 也听得一愣一愣的 听到这熟悉的开头 全班同学默契地翻开书本 找到刚才背过的知识点 继续刻苦地学了起来 因为没有半个小时 班主任是不会停止的 果然 沈辉中途一度想走 但他绝望地发现 此刻班主任的力气 居然如此之大 说到最后 班主任还意犹未尽 他凝视着沈辉 问他 下次还打架吗 沈辉浑浑噩噩道 不 不打了 而我摇摇头 小声地吐槽 又是一个被老班 感化的学生啊 班门永存 十一 第二天 我们刚来到校门口 就被开着摩托车的沈辉拦住了 他看着我 眼神比一开始还要热烈 我昨天回去后 仔细地想了一晚上 我有这么好的资源 确实不能浪费 我要好好地学习 班主任热泪盈眶 摸着他的头探导 好孩子 好孩子 而旁边跟着的赵允柔 看到这一幕 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们 果然 早自习刚过 赵允柔就出现在了我们的书桌旁 而此刻 又恰好是刘子彤控制身体权 他让我们其他25个同学继续背书 自己出来应对赵允柔 我们都很信任他 边背书 边抽出一丝注意力 来看他怎么处理这件事 赵允柔面色凝重道 林灿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对灰哥哥有其他小心思 刘子彤一边看书 一边敷衍他 嗯嗯 赵允柔看到刘子彤满不在乎的态度 气得一把夺过他的书 他跺了跺脚 愤怒道 林灿 你再这么无视我 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学校混不下去 刘子彤终于放下书 他伸出一根手指 朝赵允柔摇了摇 然后先发制人 你先别说话 我来考考你 赵允柔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而刘子彤随手扯过一张数学试卷 一字一顿地念出了上面的某一道题目 在原剧情中 赵允柔显然是学渣 所以他立刻就被难住了 我不和做不出这道题目的人讲话 赵大小姐这么聪明 应该能做出来吧 刘子彤运用激将法 似笑非笑地看着赵允柔 文言 赵允柔立刻被转移了注意力 他不服气地拿过这张试卷 临走前还放出狠话 哼 这种题目还难不倒我 望着赵允柔的背影 刘子彤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低下头 继续背书 围观了全城的我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刘姐 一款赵允柔的课心 12 放学时 一个男生忽然叫住我们 林灿 体育老师刚才叫你去仓库 还一下羽毛球拍 好的 由于体育课时也在偷偷地学习 我们自然忘记 将那附近来的羽毛球归还 然而 我们前脚刚进了仓库 后脚仓库大门就被重重地合上 一道阴暗的女生传来 敢抢大小节的男人 香巴佬 你就在这里面和老鼠一起住一晚吧 我们惊讶地回头 只来得及看到那女生的侧脸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正是赵允柔的小跟班之一 许多同学尖叫出声 什么 有老鼠 我好害怕呀 呜呜呜 我怕黑 班长细心地安抚同学们 大家别慌 要记住 你不是一个在战斗 而是26个人在战斗 刘子彤也大大咧咧道 就是 一个人抓不到老鼠 26个人眼观八方 还怕抓不到吗 全班同学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班主任难得温和的声音传来 现在 让我们翻开词典 继续我们的学习吧 环境打倒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勇士 13 班主任看了眼手表 问道 同学们 现在已经12点了 你们还要继续学习吗 大家纷纷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然而 现在控制着身体的体尾 却小声道 老师 我好像有点困了 其他同学纷纷地嘲笑他 体尾 你不行啊 刘子彤沉思了一下 然后紧紧有条地分析道 我们应该是以灵魂的形式 寄存在女主体内的 所以没有感受到困意 但是女主 也就是 现在控制身体的那位同学 应该会困 我补充道 根据以往的观察 每个人只能控制身体 大概一小时左右 所以接任身体的同学 就放心地睡吧 其他人继续奋斗 于是 我们全班26双眼睛 轮流地站岗 彻夜不眠地 接力被单词 刷题库 当小跟班得意地 打开被繁琐一夜的仓库门时 却看到我们披头散发 带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朝他悠悠地笑道 嘿嘿 昨晚我们所有的单词 都被玩了哦 Perfect 小跟班惊恐地看着我们 顿时说不出话来 我们热情地 朝他勾了勾手指道 哎 同学 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挺高效的 明天你还会来关我们吗 小跟班尖叫了一声 转身跑走了 当天 学校多了一则这样的传言 高三A班的林灿同学疯了 学习学疯了 十四 当天 教导主任找到我们 他看着我们 那一脸亢奋的样子 欲言又指道 林灿 老师也知道你很努力 但是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我们自然是点点头 甚至想对他说 老师你别担心 就算一个人倒下了 还有25个人 教导主任拍拍我们的肩膀 激励道 林灿 下午的魔考 加油 时间到了下午 我们坐在考场上 个个都摩拳擦掌 背了这么久的单词 英语肯定不会再60多分 昨天我连夜看了100篇作文 这一次我要经验全场 这次控制身体的是班长 卷子一拿到手 他就刷刷地写了下来 脑海里的同学们 也及时地给了他帮助 于是在其他考生 还埋头苦血的时候 我们已经齐心协力地 将试卷写完 并且提前交卷 在门口继续复习 下一门课目的资料 班主任热烈盈眶 太励志了 我好像重新回到了18岁那年 15 跟上次一样 魔考的成绩很快地就出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全班同学的努力下 女主的成绩 顺利地从倒数上 升到了年纪前30 但我们意外的是 赵允柔带着她的一群小妹 赵允柔走了过来 神色别扭道 林灿 你愿不愿意 跟我们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啊 我们还没说话 她又急忙道 上次那道题我已经做出来了 答案是309 这下你不能拒绝跟我说话了吧 这时沈辉又走了过来 她哼了一声 傲娇道 林灿 看你的成绩不错 本少爷允许你帮我补课 文言 赵允柔发现自己被截胡了 立刻变脸 嘲讽她 你和林灿什么关系 还想让她给你补课 想得美 沈辉立刻炸了 赵允柔 搞得你成绩多好一样 哎呀 可是我这次总分比你多十分哦 赵允柔依仰怪气道 眼看着这两个人争执不休 全班同学都感到十分惊奇 赵允柔不是喜欢沈辉吗 怎么两个人吵起来了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了 此刻控制身体的是班主任 他站起身阻止了两个人 大爱无疆道 你们都不要再吵了 我们一起成立个学习小组吧 谁不参加我都会伤心的 赵允柔和沈辉立刻停止争吵 齐刷刷地转头看着他 十六 虽然看起来很魔幻 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们 赵允柔 沈辉 温赫居然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探讨学习 赵允柔和沈辉是自愿留下的 而温赫是被我们硬留下来的 因为这两个人老是问我们问题 我们干脆以毒攻毒 让温赫来教他们 温赫简直一个头两个大 而尼住表面上坐在那里复习 实际上也没有闲着 因为我们正在脑海里 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快问快答 他忍不住推了推我 林灿 你没事吧 我们正激烈地探讨着 猝不及防地被他一推 整个人从椅子上摔了下去 赵允柔吓了一跳 我 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 我们麻利地从地上爬起来 摇了摇头 没事 沈辉也来凑个热闹 哎 林灿 我发现你记住东西挺快的呀 基本上是看几下就记住了 我们沟纯浅笑了一下 深藏宫与明道 行能捕捉罢了 下次 我定能超越你 沈辉向我们宣战 赵允柔翻了个白眼 人家就是谦虚一下 你还真的嘚瑟起来了 沈辉和赵允柔又吵起来了 温赫在旁边劝和 我们看着这一幕 有个同学忽然出声 哎 我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原文剧情 我揭查道 是的 而且我们将小说从法治频道 拉到了励志频道 题为总结道 我们班真厉害 17 离高考那天越来越近 全班同学也越来越努力 明明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我们却恨不得花25个小时去学习 最后一次模考成绩出来了 我们居然考出了全校第一的成绩 这天晚上 班主任提议道 同学们 大家奋斗了这么久 不如今晚我们放松一下 好 支持老班 虽然同学们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眼睛依旧没有离开课本 班主任被逗笑了 故意说 哎呀 你们要是现实中也能有这股学习的劲儿 我就不用每天被校领导叫去喝茶了 我小声地说了一句 我父母从我小时候就感情不好 家里也没有人管我 所以我一直没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直到现在 我才真正地懂得了学习的乐趣 大家纷纷自白 刘子彤落寞道 我喜欢看小说 也喜欢写小说 但初中的语文老师说 我的作文就是一坨垃圾 所以我一直对学习很没有信心 班长也沉默了一下 坦白说 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我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兼职身上 直到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才发现我本末倒置了 学尾则是 我以前只是单纯地不想学习 但是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奋斗后 我彻底地喜欢上了这种努力的感觉 体尾挠了挠头 憨憨道 家里有钱 所以我每天都只想着打游戏 不想学习 滚啊 其他同学怒吼 体尾这句话一出 原本感动的氛围立刻消失殆尽 我愿称他为话题终结者 班主任感叹道 你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经历了这个世界后 相信你们回到原世界 也会变得更加认真 更加努力 我点点头 补充说 所以当务之急依然是让女主考上清华 革命尚未成功 同学们仍需努力 好 同学们齐声地说道 18 等高考那天真正到来时 我们竟然没有想象中的慌张 班主任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同学们再明确一下自己的分工 体尾负责语文 学尾负责数学 刘子彤负责英语 后面是一场串名单 班长负责语文二次检查 我负责数学二次检查 后面又是一场串名单 报告班主任 语文组已准备齐全 报告班主任 数学组已准备齐全 好 班主任点点头 激励大家 高三九班 高考必胜 大家冲啊 我们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 迈向考场 高考的过程比想象顺利 其实我们班经过这两个月 已经很团结了 但这次的班魂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我们 我们应该能让女主考上清华的吧 考试结束后 体尾颤抖地问道 有同学后知后觉到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我们不会回不去吧 我果断地站出来指挥 大家不要灰心 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十九 高考成绩出来了 七百一十五分 看到分数的那一瞬间 全班同学都炸了 我们在同一个身区里热泪盈眶 做到了 我们真的做到了 班主任呐喊 同学们 你们真的太棒了 此时 不远处的赵允柔也在查分 他激动地上蹿下跳 哇 我的分数 够考上那所心仪的那所大学了 在我们的感染下 赵允柔这一个多月 不再出能动敌 而是请了最好的家教 一直在不断地学习 抛去恋爱脑后 他头脑灵活 进步神速 顺利地考上了附近的 一所本科大学 而这时 沈辉走了过来 扭捏地对他说道 赵允柔 我比你低三分 但是也可以考你 那所心仪的大学 你瞧不起我 赵允柔一下子炸了 我们听他们吵架 已经听习惯了 然而这时 沈辉突然抛出一个惊雷 他仗红了脸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 赵允柔 我喜欢你 全班都惊呆了 此时是我在操控身体 文言立刻走过去吃瓜 赵允柔显然也呆住了 他回过神来 结结巴巴道 我 我现在只想要专心地搞事业 我做你背后的小交夫 好不好 瞳孔地震了 家人们 这时 一个陌生电话响起 我们接了起来 发现是清华招生伴 林灿同学你好 我们是清华招生伴 电话里的声音渐渐的模糊 我想说些什么 却发现自己 不但控制不了身体 灵魂还逐渐的 从身体里漂浮出来 要回到原世界了吗 等等 能不能让我先把 赵允柔和沈辉的瓜吃完 二时 再次睁眼 我坐在教室里 面前仍摆放了那张 只有32分的数学试卷 班主任正在讲台上 讲着什么 突然 他话语停顿了一下 然后吼了一声 同学们 我们回来了 全班同学都站起来欢呼 然后立刻低头写作业 条件反射地进行学习 这时 刘子彤自言自语的声音 在寂静的教室里 显得无比清晰 哎 怎么没有这本小说 好像是我记错了 这好像是我不久前 做的一个梦 闻一言 我立刻打开手机 在浏览器上 搜索女主林灿的名字 发现确实找不到 刘子彤口中的那本小说 这时 前排的班长提醒班主任 老师 你手腕上的玉镯碎了 班主任小心翼翼的 将裂了一半的玉镯拿下 不可思议道 难道我的祈福成真了 有耳间的同学已经发问道 老班 什么祈福 班主任笑了一下 解释道 自从这学期开学 我每天都去寺庙里 替你们祈福学业 但是眼看你们的状态 越来越颓废 成绩也越来越差 今天早上祈福的时候 我一气之下 撞摔了手中的玉镯 然后今天 就发生了穿越的事情 听到班主任 每天为我们祈福学业 我恨不得抱住班主任的大腿 哽咽道 老师 你对我们也太好了 同学们也都眼泪汪汪 班主任摇摇头道 其实以前也怪我不够关心你们 听到你们高考前的独白后 我才发现 我这个班主任 也不够尽心尽力 之前只一味地追求你们的成绩 话题一转 他又高声地说道 还好 接下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同学们努力奋斗吧 争取为您的高中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 一口同声道 好 21 再回到现实不久后的一次模拟中 我们班一名惊人 平均分数极高 一下子从年纪倒数第一的班级 跃到了年纪第一的班级 校方被我们惊动 邀请我们班 找几个代表同学 上周一的主席台进行演讲 演讲当天 我们班的同学排成一列 一个接一个地站上主席台 校长在旁边拉着班主任 震惊道 不是让你找几个同学吗 怎么全班都上去了 班主任看着我们 笑得无比慈祥 他轻声道 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所以他们值得 班长拿起话筒 带头道 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进行演讲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奋斗与青春 他又说了几句鸡汤 随后 刘子彤自然而然地接过话筒 开口 之前的我 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忽略了学习的重要性 然而 在某件事情 我逐渐地发觉了学习的乐趣 一个又一个同学面对观众 说出了他们 在这两个月最真实的心路历程 我也有些紧张 在想我应该说些什么 本来我们班决定的是派几个同学上去 但今天早上 我们又临时改变了主意 所以这些话 也都是大家现场发挥的 终于 话筒被递到了我的手中 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操场上 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 我顿了一下 轻声道 高考并不代表一切 但高考可以是一切的开始 杀死一只吃羹鸟中有这样一句话 勇敢就是 当你还未开始 就已知道自己会输 可你依然要去做 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 你很少能赢 但有时也会 所以奋斗吧 少年 你的未来还无限可能 高三九班提前在这里 祝各位考生 高考顺利